正如世卫组织这篇报告指出的 使用中医药有利于降低轻型或普通型病例转为重症的风险 对轻型和普通型病例与单纯的常规治疗相比 中医药在作为附加干预措施时 可缩短病毒清除时间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 尽早使用中医药 可改善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愈后 从世界民众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不遗余力 向世界民众分享中医药防控救治经验 中国毫无保留 我们高兴地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中医药的价值 世卫专家评估会的报告 对中医药抗疫作用 做出明确肯定 这正是中医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际认可的一个缩影 中方愿继续同世界各国及世卫组织一道 发挥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深化传统医药领域交流与合作 继续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为护佑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做出自己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